依然黄宗泽9月16日出席休闲服装活动 刚好这天有报道指 他之前跟富二代代凯欣合资的甜品店早前结业 据说答案是女方非常仰慕黄宗泽 直到她想开甜品店 马上主动砸重金投资开店 可是现在女方已经找到新对象 所以甜品店也就顺理成章的关门了 就是因为我就入股了一点点 但是因为我常常不在 又没办法帮忙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都退了 我已经退了很久 起码退了一年多 甜品店我就没有再搞 甜品我就没那么熟 只是一个大家几个朋友说凑起来玩玩这样 但是餐厅是我比较专心去搞的 因为我喜欢吃 我就是一个吃货 自从黄宗泽跟胡信儿分手后 感情生活备受关注 他去年更比自己年长的杨真相恋 可是恋情见光死 胡信儿和杨真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年龄都比黄宗泽大 可是现在TVB的花旦几乎都走光了 剩下的女艺人都比黄宗泽年轻好多呀 哎呀对 刚才那个Vinus一说十年前我还是初中 我一听哇十年前初中 我十年前还在工作了已经 所以好像好像对 但是年纪开始大了 要保养表演一下 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